哈喽大家好 我小K 今天带大家去探店 麻辣辣红旗公 串串香果 这是他们家的一个分店 在斯卡布尔的青中城 这里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特殊时期 整个普拉萨 每家饭店基本上都有户外区域 现在夏天天气比较好 大家也可以选择在户外用餐 当然我们去的这家他们也有 那我们就去店里看一下 因为他们家的店面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餐桌之间的距离也相对的比较大 这一点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特殊时期吃饭会比较放心一点 然后他们家非常的接地气 整个的感觉就像是中国的大排档 非常的怀念这种感觉 这是他们家的后门 整个敞开 所以空气非常的流通 再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家的店面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且营业到晚上12点 非常有夜宵大排档的感觉 我们是那个OUK EAT火锅自助 你们第一步可以先选汤底 仙女啦 仙女啦 英雄啦 宇座啦 什么意思 代表不同的啦 仙女的是微辣 然后英雄的是中辣 这个是很辣 极辣 其实很多仙女可能吃辣的 K EAT我们是有两个价钱的 一个是纯吃火锅 或者你可以选择火锅和烧烤都一起认吃 好的 没问题 然后我点几个烧烤 我自己看 我点些 行 没问题 然后冰粉什么都来一点试一下 行 好 那我这边就先帮你准备火锅 好的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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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的锅底来咯 点的是蜜汁麻辣的英雄辣 鸳鸯锅配上椰汁鸡汤锅 这是老板刚才强力推荐的 也是一般吃川菜香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牛肉类的 中间卷了各种的蔬菜 鸡翠骨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 蘸一蘸酱 哇 好吃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主要的牛肉类 这个是卷了香菜的 哇 这个一定非常香 非常的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 鱼蛋 刚吃火锅这种丸子类的也少不了了 还有花枝丸跟虾丸 我们直接从辣汤里拿一顿 牛肉裹了泡椒 哇 这个是非常重口 也非常过瘾的 鸡狗干了 鱿鱼当海鲜类的 也是一定要点一点的 尝一下这个清汤吧 椰汁 鸡汤的 牛肉裹了芹菜的 我们来试一下鸡心 接下来我们吃一点烧烤 我想大家可能跟我刚才的想法一样 真的看起来很不起啊 并不是非常的漂亮的羊肉串 但是很好吃 我们来说真正的炭火烤出来 味道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家的烧烤让我真的突然下眼前一亮啊 这是烤大肠 这个是烤鸡蒸和鸡肉类的 真的都很好吃 鸡汁的味道很重 只有牛肉 他们家烧烤类的种类很多 这个是花甲粉丝 汤非常的多 然后如果你吃的比较渴呢 这个是五彩冰粉 虽然没有五彩 但是很多种颜色吧 有葡萄干有山楂 然后里面有冰粉很好吃 这个麦克关子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他们家的特色 用红薯类的皮 包了馅料烤出来 还有鸡爪 田鸡腿 还有烤猪脚 哇 他们家烧烤的种类也非常多 今天奔着串串来的 但是烧烤让我眼前一亮啊 这是烤鱿鱼须 我们今天要吃的菜色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然后呢他们家的火锅中规中矩吧 非常典型的串串锅吧 锅底呢足够辣 菜色的品种也算是比较多了 喜欢吃这一口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但是奔着串串香来的 结果烧烤让我眼前一亮 烧烤的种类非常多 真的很多 我个人感觉它应该是用炭火烤出来的 非常的入味 非常的香 我真的很喜欢吃他们家的烧烤 总体来说呢 他们家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喝点吃点 晚上大家聊聊天 搞个夜宵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推荐给大家 麻辣辣 红奇功串串香 夹烧烤 金钟成片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车见 拜拜